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史丹佛監獄實驗這部電影 在史丹佛大學教心理學的教授男主角菲利普 想趁暑假時做一個為期兩週的監獄環境實驗 他想知道一個機構會對個人行為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他讓助手們找來一堆自願參加實驗的大學學生 再依照學生們的個別心理狀況評估 將他們分為囚犯跟監獄警衛兩組人馬 同時 男主角將學校裡的空辦公室改造成小型監獄 並制定了幾條規則 像是走廊就是監獄的庭院 讓囚犯自由活動的地方 一間只有馬桶的黑暗房間當作禁閉室 或是不管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對他人造成肉體傷害 而且除非經過男主角同意 否則沒有任何人能離開 接著 男主角將墨鏡及監獄制服發給學生們 用意是要讓囚犯們感受到獄警的統治權威 他還要求所有人從現在起 不准再稱這裡是學校或實驗等等 一定要叫這裡為史丹佛監獄 徹底融入環境 製造出最真實的情景 之後實驗就正式開始了 男主角未求逼真 還真的找來警察 隨便用一些偷竊搶劫的名義 將飾演囚犯的學生們逮捕 並蒙上眼罩 送到史丹佛監獄裡 再派出每班三人分三班制 一共九人的獄警 對囚犯們進行搜身 脫衣檢查 噴灑出充藥 並給囚犯們穿上球衣 戴上腳鋼鐵鏈 用絲襪假裝小帽等等 模擬真實的入獄情景 那從這一刻起 不管這些囚犯以前是誰 叫什麼名字 現在都只能用 球衣上的編號來稱呼 像這名囚犯A 以後在監獄裡的名字 就叫做8612號 很快的 一共九位囚犯 就通通被抓進監獄裡關起來 這個時候 囚犯們的狀態 都還是輕鬆自在的 認為這只是個 無關痛癢的實驗 只要發發呆 就能領到一大筆薪水 不過男主角就是 想要模擬真實情況嘛 所以他也開始進一步行動 像是派出獄警 向囚犯宣導監獄規則 好比說只能在用餐時間吃東西 要準時上床睡覺 強制參加監獄活動 稱呼御方人員時 要加上尊稱 如果不遵守 將會受到懲罰 男主角還讓助手 去扮演典獄長 向囚犯們訓話 說他們是不守法的廢物 沒有資格向正常人生活 只能跟蛆蟲一樣 在垃圾堆裡打滾 目的是想破壞 剝奪囚犯的個性 讓他們變得同質化 女性化 然後就這樣到了用餐時間 囚犯A一邊吃飯 一邊和其他人聊天 想拉攏大家一起抗議 爭取更好的食物 甚至還有一名囚犯 找獄警要煙抽 根本沒人把這裡 當成真正的監獄 可是這時 一名叫做獄警王的學生 就跳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裡是監獄 抽煙是只有表現好的人 才有的特權 你們在群垃圾 沒有資格抽煙 他還走到飯桌旁 打罵囚犯A 要他閉嘴乖乖吃飯 之後回到牢房的囚犯們 也開始討論剛剛的事 但很快的意見就出現分歧 有人認為獄警太超過應該要反抗 卻有人覺得對方只是在工作 應該要好好配合才對 另一方面 男主角讓囚犯們寫信 想從文字方面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 可怕的是 從實驗開始到現在才過了10個小時而已 就已經有學生認為自己真的是做間飯課的壞人 連信上署名都是使用編號 同時獄警也慢慢加強對囚犯的虐待 好比說集合囚犯 要他們拼命報數 做開合跳伏地挺身 或是不讓他們睡覺等等 受不了虐待的囚犯A 並不爽開口嗆人 結果卻被獄警王找麻煩 強迫折了一整碗的棉被 而其他獄警看到獄警王這樣搞 都沒人出來阻止 就覺得好像做什麼都是可以的 並更加殘忍地虐待囚犯 甚至把不聽話的人關禁閉等等 到了實驗第二天 無法忍受這種暴行的囚犯B 就利用牢房裡的床具 擋住牢房的鐵門 拒絕參加任何活動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獄警們 就跑去找男主角求助 男主角則說 管理我的監獄是你們的職責 全力在你們手中 只要不使用暴力 想怎樣都可以 所以當班的獄警 就把休息中的獄警通通找來 利用人數優勢 一間一間的侵入牢房 拿走他們的床具 不讓他們再用床具作怪 並獎勵一些比較乖的囚犯 分化囚犯們的團結力 但這時 囚犯A再也無法忍受 堅持要離開 男主角擔心他真的會出狀況 只好讓他離去 再告訴其他囚犯 說囚犯A是被移送到 更高級別的監獄看管 大家也開始討論 為什麼囚犯A才待兩天就崩潰 是因為他沒有屈服環境 挺身反抗 所以崩潰嗎 還是因為無法控制其他犯人 一起反抗才崩潰的呢 接著 男主角為了加深環境 對囚犯們的影響 還特地找來神父跟囚犯們溝通 用一些話術 讓他們以為 自己是真的犯了錯被抓進來 是真的被關在監獄裡面 然後他再開放讓囚犯 來向御方申請假釋 再用惡毒語言羞辱囚犯 像是犯了很多罪不配出獄 是人渣垃圾等等 拒絕所有假釋 讓他們信心全失 而當實驗來到第六天時 男主角卻發現 獄警的管理越來越激進 囚犯的態度也變得極度配合 已經超出當初團隊的設想 所以擔心會出事的男主角 就跑來告訴大家說實驗結束了 不過可怕的是 當男主角說實驗終止時 每個人都一眼茫然毫無反應 直到他說出監獄關閉 大家可以回家了 所有人才恍然大悟露出愉悅的笑容 最後 男主角把所有人找來講解說 他也沒想到會出現這種實驗結果 囚犯們以超乎預期的速度失去自我 由此可見在特定環境裡 個人性情並不是那麼重要 善惡也會隨著環境改變 甚至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獄警王也說自己會罵這麼兇 是因為他也在做實驗 想了解一個人 要被口頭羞辱到什麼程度才會反擊 可是他沒想到 這些囚犯完全不敢反抗 才讓他變本加厲的虐待囚犯 這個實驗也告訴我們 當人類穿上制服後 會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認知影響 好比說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 哪怕醫生開得要樣不正確 或是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 是因為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才造成的 而男主角也藉由這次實驗 改進他的研究方向 並將普及權威的心理機制 及濫用權力會帶來怎樣的危害告訴世人 看完後我就在想 妹子們知道要怎樣讓男朋友乖乖聽話了吧 隨便穿個什麼制服上去 保證他對你服服貼貼的 到時想要什麼手機包包 絕對沒問題啊